时间拉回2018年6月1号 台东北南族传统领域之本师弟 即将开启亚洲最大光电开发案 200公顷的土地与部落没有交集的开发计划 导致开发商胜利能源迟迟无法得到部落会议的同意 最后胜利能源将目标转向地方政府机关提出申请 由台东施工所代为召开资商同意的会议 我们要透过整个开发程序 那透过县府的一个合约规定来执行下一个阶段 我所知部落会议其实并没有人要跟厂商有接下过程 就是你们到底是找个谁 就部落会议到底是跟谁结合 部落会议本身透过县府的安排 包括像说明会 包括像资商会 那这个都是在既定的程序中 我想都由县府来主办 当时这场由台东施工所代行召开的资商同意权投票 部落会议干部只能像一般族人一样排队登记选民 在这里部落的主体被排挤在外 而不在即委托投票的资格认定 只能交由台东施工所负责 认定标准则来自一纸圆明会的韩文 圆明会在108年的5月16号 他们有一个函事过来 就是针对就是有关原住民家户代表 自己委托出席有所谈的差异 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对着说明 原住民护长或者是护长指派的成立原住民家户 因故不能停止出席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还可以选择所谓的委托出席 也就是说委托涉及部落内的成年 原住民再回出席投票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几时函 就是这一纸韩文 让卡达迪布部落族人不满 原明会扩大解释资商取得原住民族同意办法 允许委托代表投票 其中不在即委托投票 赞成50票反对29票 两者相差21票 委托票数牵动了资本光电案 资商同意权的投票结果 最后以14票之差 通过了这项开发计划 第一个他语法无拘 第二个他扮演了这次决定性 关键性的一个因素 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等于是说这几张的委托投票 等于是这个关键的少数票 而这个关键的少数的因素 它是怎么来的 没有人知道 而且没有验票机制 整个制度就变成是 公所跟厂商在决定整个的程序 那部落整个是完全被 等于是说被霸凌 今天这个标案你们拿到了 卡迪布原住民 站在主权的立场 我要扣告你们中华民国 有国家财团主导下的 智商同意权投票 原住民被绑在部落主权 与就业生计的天平两端 不再及委托投票的制度漏洞 成为这次投票的最大争议点 你要打诉讼的话要有足够的证据 那打完等于说有证据 去做一个告发 然后最后他也必须要 司法上的一个判决 到底是就是说 这个会议有没有效力 那才有办法去处理 赛回光电案 6月1日之三会议 走过原住民族权力运动30年 原住民与国家的 传统领域主权之争 不断在拔河拉扯 好不容易建立的部落规范 面对国家法治 再一次分崩离析 这不只是卡拉扯部的难题 也将是全台湾原住民族社会 要共同面对的危机 原始新闻 雅外 徐家荣 整理报道